哈囉 到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的Bloostar 黃野 蘭德拉 那昨天晚上基本上有問大家就是 你們會怎麼叫我們一些角色的名字啊 那這邊有人說就是.. 大家好像叫安波 叫做安拍 應該是因為中文字比較難唸的關係吧 然後另外一個就比較過分一點點喔 大家叫我們的愛德加叫孤兒是不是 他是真的就是故事上面是孤兒 還是因為你們太討厭他所以叫他孤兒啦 這個..這個我就不知道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太討厭他叫他孤兒吧 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子吧 畢竟他也是一隻蠻討厭的角色啦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就孤兒走起 你知道我這邊 到時候如果去參加活動直接叫他孤兒 我會不會直接被..被..被..被打爛啦 笑死了 欸 這個孤兒出場啦 然後直接馬上.. 馬上被請下台這樣子 沒有 其實目前來說是有可能會有這個規劃喔 但是..不太確定喔 但是要先提前做好一點點小功課啦 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排一下我們的排位啦 這幾天的話應該那個.. 那什麼 海綿寶寶那個活動就快要可以了吧 哇靠 怎麼都在我這裡啊 哇哩咧 都在我這耶 上呀 Oh nice 有喔有喔 然後哇 被壓打死了 這個是滴搭是不是啊 對這是滴搭 有囉 有囉 先躲先躲 躲一下 Yuhuuu 啊完了 被捅到了 呃 然後現在我們加 應該還行 守得住那個艾德加 守得住那個孤兒 哇 守不住這個孤兒了 56比49 我們應該是可以飛一波 有有有 啊完了 我居然沒有那個耶 布洛哥趕快 上去 轟個幾發應該 哇 可惜一點點 但沒關係 我們大招好了 來來來來來來 這邊我直接打完就可以了 嗚呼 嗚呼 結束這回合 YEAH 我們比較快 這還行啦好不好 HORRIKA仔 可以唷 果然 這個孤兒還是很強勁的啦 各位 孤兒 不是 我剛剛看到大家留言的時候 我說 蛤 是可以這樣叫的唷 孤兒 但我覺得大家應該是對他有點氣憤的感覺啦 好不好 就是不太喜歡這隻角色的那種概念 好 那這邊是搶星大作戰的話 有人選了這個孤兒了 那我要來選那個 來選個李昂好了喔 畢竟都是那種比較 可以就是殺人的角色 我們就這樣子給他走去 沒有問題 來啦 各位 呦呼 Time to bra 來啦 各位 蘆流 呦呼 丟臉 呦呼 完了完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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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這 QQQ NICE 一個9比3 彈射 你沒啦彈射 然後我們這邊看一下喔 他知道我在這 完了 偷打 偷打 喔 他是一個空灰 他一個空灰啊 欸 敲手不見了 他被艾德加打死了 我們在艾德加星星拿超多 要求 應該可以獲勝了 欸 艾德加小雞 哇靠 喔 好險喔 那個艾德加好像在死前最後一秒 那個把對面殺掉了 欸 我們現在是沒有那個 額外加成的這個環節了欸 所以我之前應該是只有爬到這個階級而已欸 我就沒有再繼續往上爬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環節的話 我們是沒有就是那個 沒有就是極度加分的這個環節了喔 寶石爭奪戰 那我應該要來玩個誰呢 寶石爭奪戰 來個我貝瑞好了 幫大家加點東西 啊 可是我們這關的這個 隊伍的這個什麼呀 隊伍這邊的這個什麼 呃 我們這邊的那個 幫手大概就只有螃蟹 謝老闆比較猛一點點的感覺 對啊 謝老闆 來啦 各位 1 2 3 哎呦 安拍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叫安拍啦好不好 來來來 回個錢 回個錢 過來 老哥 我先滾了 逃跑技能 我先逃跑 先吃一下 哎呦 哎呦 我被死 哇靠 哎快 快喔快喔 要吃喔 我們那個礦石是拿了蠻多在身上的喔 完了完了完了 旁邊是一個4比4 哇 那個機器人為什麼 憑什麼可以這麼大隻呀 哎 我玩了哎 我們直接背一個那個耶 我們直接被用到一個不行耶 哇靠 我的天啊 太扯了吧 龍哥 哇靠 我們 毫無招架之力耶 我們直接被那個直倒黃龍耶 好扯喔 天啊 對啊 我們直接被直倒黃龍耶 夭壽 完了 哦呦 你看我一個 即時救援 哦 NICE 加油加油 吃歪吃歪 幹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沒了沒了沒了 哇 好可惜呀各位這個 不過我覺得我們自己選角有問題啦 看到這兩隻選這個的話應該不該選個Bad Red 我們應該要選個這個愛德加或是怎麼樣應該都好 選個孤兒環節應該也不錯這樣 哇 好可惜喔 沒了各位 沒了 好沒關係我們再有這個礦石爭奪戰的話我們就孤兒囉 好啦 這搶星大作戰也可以來個孤兒環節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孤兒 來個孤兒怎麼樣 孤兒給我嚇死了 走起走起 來啦 各位 來啦 各位 呦呼 孤兒 孤兒 來啦 要要要 反正這個地圖的話 竟然很像都是在我們就是那個 海綿寶寶的那個活動裡面關卡的活動啦 因為你看這邊的話都是那個 海綿寶寶的這個地圖 雖然我沒有什麼在看海綿寶寶 你沒有在看海綿寶寶的話可以跟人分享一下 殺掉 哇靠 完全 哇靠 不能直接被紅爛耶 沒關係 一開也先送多一點星星 這個還好 這個還行 左閃右閃 左閃右閃 歐靠 右閃這個是 超級這個 遠攻距離部隊啊可以嗎 唉唷 回進血 回進血 我來了 靠 結果還是被他們打死了 但是一個B8比20 8比20 哇 8比11 哇 那個小辣椒很會飛喔 那個厲害了 練夾子 唉唷 喔 那一隻是畢兒欸 哇靠 超痛啊 我的天 蜜蜂仔在搞 好了啦 蜜蜂仔 不夠 完了 不夠 完了 唉唷 講一下喔 喔nice 這個打得好 左閃右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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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完了 被他拿捏住了 結果對面先贏了呀 贏一個 完了 我們在逐線慢速扣分當中 而且我們這邊 贏了一場也沒有額外的加分了 看來我們會 有點兒困難啦 各位 好 巨型震動彈 排除我們的 甲雞啦 各位 沒有問題 可以喔 拜托 拜托 這場要贏啦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大大的加分手段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贏個好幾把 我們才可以就是比較順利的獲勝喔 沒事 我們走去 各位 來啦 好 這邊是中間大 這個中間大場地的話 我覺得甲雞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甲雞的話是 他是能夠就是那個 能夠那個什麼 能夠就是站在邊邊去炸的那種會比較好 所以就分兩邊那種會比較好 甲雞就有點 喔 但是我們的隊友太強了 強到一個不行的 這邊是佩妮 他是不是想要 喔靠 他剛剛是不是想要直接從這邊然後開個大招 我們這把應該是穩到一個不行了喔 感謝隊友們了喔 好 那我們紀念話訓程上跟大家聊 就是我們這邊啦 上一次跟大家講說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呀 就是玩家這邊那個叫什麼叫 稱呼角色 大家說這個 艾德加叫菇爾啦 好不好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 艾德加叫菇爾 然後我們那個 我們的那個 安負叫做安拍 那大家還有一些其他的叫法 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囉 我覺得這個艾妮還蠻 蠻克制我們這個甲雞的喔 但沒事沒事 邊邊炸炸炸 都炸不到欸 大概有開始感覺到為什麼大家都會說就是 甲雞到後面可能就是沒那麼U了 這個艾妮隨便噴個幾發 讓他沒辦法走路 他就沒事幹了各位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更適合他的角色 加速 蹦蹦蹦蹦蹦 有啦 這個 這場完全靠我們這個隊友啊 感謝莫提斯啊 好不好 完美